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验封验之后跌几天 重挫了三天 台股当时候机器比较低 4千多点 跌幅是9.3% 你们看到跌了三天就进到低点了 从此没有低点了 就扶摇直上涨了3千多点 涨了是76% 来到735% 这当时候SARS疫情对于台股的影响叫做短线 短线的冲击一定有 但是长线的架构叫做扶摇直上 三天就见到最低点了 所以这次一模一样 这次武汉肺炎的疫情一样三天 跌了8.1% 融资又大减 我们告诉你11138是第一次超额利润买点 很精彩吧 当天盘中给予会员资讯 把握超额利润买点就在11138 很精彩啊 然后第二次超额利润买点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涨了400多点的回档 2月10号上礼8.1 当天盘中大跌189点 我们告诉你把握低接第二次超额利润买点 很精彩吗 该低接的一个时刻 清老师一定不会手软 只是说你要跟紧一点 因为上来上礼拜是台股来到颇端高 我会做执行停利的动作 清老师的一个分析 我的一个操作 喜欢供租一次 我当然也会跟你讲在前面 所以上礼拜是执行停利 有没有卖对 有没有卖对 这个位置卖股票 这两天跌了200点 把握第三次超额利润买点 因为我刚刚已经跟你看过了 当时候SARS的疫情 让台股三天 重挫了9.3% 从此4044就当做最低点了 没有低点了 所以这次呢 这次的压回 会跌破11423吗 会来到1138吗 不可能嘛 支撑是越电越高啊 所以这里拜 该低接的赶快低接 如果前两次这个11138 11423 你都不敢进场 你都没有跟的 第三次 第三次机会来了 建老师 提供机会 你把握住机会 相信未来行情 你会赚得相当的愉快 就像这档环球金嘛 矽金元的龙头 赚三个股本 当时候中挫啊 1月30号嘛 打一股跌了快700点了 我告诉你多方结构啊 386可以买 中挫的时候 我喜欢告诉我也买股票 我那个凡市场操作 喜欢在大盘跌的时候 告诉我也逢低出手 承接机有股啊 所以呢 386可以买环球金 2月3号台股又跌了357点 393再度的低接环球金 两次的买点 386跟393 有没有创造超位利润 2月5号 437先卖一趟 51块钱落袋 你们看到 大跌的时候我买 大涨创新高的时候 我买 我的一个操作手法 跟你们老师有一样吗 绝对不一样 要成为股票市场上 顶尖的赢家 你的看法 你的手法 就是要跟大多数的输家 不一样 大涨卖啊 5天就51块钱了 10张是51万了 有没有卖对 有没有卖对 打到417 告诉你 什么家会可以接回 跟你预告啊 什么家会可以接回 就在上礼拜 第二次超额利润买点嘛 盘中点了189点的一个 大盘 环球金 按计划 416附近接回 这时间家会都跟你对过了 精彩可奇啊 再看一次嘛 2月10号 没有错吧 2月10号环球金 来啦 你高点有卖嘛 打下来差了21块钱 可不可以接回 你卖在437的 跟你预告要接回 第二次超额利润买点一个 盘式浮现 绝佳进场时机 116接回啊 接回之后就来到47.5 创新高 那31块 没有错吧 关键性的转折 我帮你带到 多做了一趟价差 没有错吧 437到116啊 是不是 是帮会很多 创造一次21块钱的价差 昨天环球金来到460 上去 这样44块钱 两趟是95块钱啊 那整个环球金呢 今天黑鸡棒 我还没有卖 我还想低接啊 我不喜欢在大盘 大跌的时候告诉我 卖股票 那有点跟我的一个超盘 一个心法不太一样嘛 所以我今天公开跟你讲啊 环球金 第二趟的操作还没卖 我还想低接啊 强势波动的股票 这要上升趋势线了 我看到没有 所以呢 怕什么 买在相对的低啊 416你这啊 今天437啊 你还赚21块钱吧 没有错吧 我没带你出 没理由你怕什么 别怕啊 这如果是在看盘啊 我会好好跟你照顾啊 这你跟我合作的好处啊 盘中该怎么进该怎么出 我会给你最漂亮的指导资讯啊 另外一趟 中美金 环球金的母公司啊 上礼拜五 形态突破 现买现赚 策码相当漂亮 很多人都被下出场了啊 这波的盘势 台股呢 回党 每天大家都在讨论疫情 当你看到 什么样的新疫情发展 你可能又受惊了 你可能又吓一跳了 那台股呢 已经不为所动了 台股已经不为所动了 资深是越电越高啊 1138第一次超额利润买点 11423第二次超额利润买点 这礼拜第三次超额利润买点 所以呢很多人 被疫情的利空 吓得恍神 当你的一个思考逻辑 因为这种飞机利空 你如果没有一定的一个专业 一定的经验 很多人的判断 一定是失了方针啊 一定是三毛布 你当下的判断一定是错误的 所以近期的融资预 有增加吗 没有增加 经营的融资预 整体来看 是减少的 打下也减少啊 涨上去有增加吗 还是没什么增加嘛 这目前散户的一个看盘的一个心态嘛 涨也卖 跌也卖 都在卖股票 所以为什么赢加总是少数 为什么赢加总是少数 大部分人都把股票 砍在相对低档的啦 所以中美金的一个架构 筹码一样很漂亮啊 都被洗光光了嘛 所以上礼拜五的形态突破 106可以买 买了之后 有没有大涨快6% 上礼拜五的一个动作 礼拜又大涨7.4% 两天就将近一根 创波段新高 现在中美金回港 还可以低接 还可以低接啊 想上车的自己跟上来 想上车的自己跟上来 这盘没有太困难 最困难的时机点 幸好是已经陪你度过了 最困难的时机点 我已经陪你度过了 现在你又觉得很困难 你又觉得台中的一个 武汉肺炎的疫情 有死亡案例 你又觉得 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这次的疫情 有没有比2003年的SARS 疫情更严重 有没有 有吧 但是你所看到台股呢 有更严重吗 SARS 三天跌掉9.3% 这次的疫情 三天 不过跌了8.1% 就见低点了 为什么疫情比上次严重 但是它的跌伍 没有比较重 有了一次的一个防疫经验之后 各国政府 它的防疫措施 只会越来越好 你自己看一下我们台湾 我当初不跟你讲过了吗 一开始都是境外移路 不是社区感染 所以呢 政府的防疫措施 做得够成功吧 我们不是今天才来跟你推论 这个一个疫情的一个发展性 跟台股的关联性 在它还没有发生 11.138之前 这一根重做的快700点的 我都跟你讲了 我都跟你讲在前面 忠实的观众 去看一下 这根长黑 当天我对盘氏的规划 够不够精彩 值得你再去看一遍 因为学以致用 值得你去学习 所以我常跟你讲 以后你遇到这种非经性利空 打下来就找买点 而且是超一轮买点 因为通常市场上都不敢买 你听到的消息 你周遭的一个投资朋友 都不敢买 搞不好营业员都告诉你 不要买 还告诉你去放空 是不是 所以在未来的行情架构 既然盘氏的一个脉络 已经看到最低点 最坏情况已经经过了 不然你是在怕什么 你是在怕什么 上证股市都不怕疫情的 这个大跳空缺口 昨天拉出钟昌宏 封闭啦 封闭啦 上礼拜五公布的一个午饭地区 新增了一个案例 一天增加一万五千名 结果还拉出中昌宏 还大涨啊 你说奇怪不奇怪 你在市场上经验够久的 就不会觉得奇怪 所以呢 重灾区的股市 这一个大跳空缺口啊 有人说是空方缺口啊 竟然被回补啊 你能问这个盘 下来空间会很大吗 这一档 一样是矽金元的盖领股票 加金啊 我们上个礼拜带领普通会员买 当天 大盘点了189点啊 第二次超越利润买点 加金买在46 上礼拜带领普通会员的一个加金 48.6在加码 这时间加会都给你对过了 这特别保留给普通会员的啊 我上礼拜没有公开 全国的普通会员也在看节目啊 是不是 为什么不公开 保留会员的一个专属的权利 有时候还是要特别 留意一下我们会员的一个想法 钱老师 不是在跟你虚荒一招 我也不是在跟你耍花招 我怎么带会员的 你如果是我的会员 你就有感觉到 金老师真正在照顾你们的一个心意 这不是我说的 会员传递给我的心声啊 所以呢 这个位置买啊 买46啊 48.6我在加码啊 买进加码之后 昨天你掰大厂8.6% 来到波段新高啊 你自己看一下 关键性的买点啊 说到有没有做到啊 大盘给你这个方向跟策略运用啊 2月10号标准的第二次超额利润买点 加金当然是其中我们介入的一档啊 上去20% 融资鱼二一样在低档啊 对不对 筹码很漂亮啊 对不对 特别保留给普通运的 是不是 那今天加金稍微回档 我认为还会再涨 因为筹码面真的很漂亮 散户不敢进场嘛 所以昨天可以拉出中长红啊 那今天应该大盘点100多点啊 小跌一下 So what 怕什么 怕什么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第三次超额利润买点 你想跟上来的 轻松配 轻松配就只要588 就只要588 你一定负担得起 这一个超额利润的一个专案 进入倒数 进入倒数 你有需要了 赶快自己打电话进来 谢谢大家 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顾蔡老师 武汉肺炎利空 想掌握超级利润买点 只要588 只要588 进入倒数 让您轻松付款 超票数不完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轻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 艺术在手 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成都总顾蔡老师 武汉肺炎利空 想掌握超级利润买点 只要588 只要588 进入倒数 让您轻松付款 超票数不完 帅船线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这样就好了 对啊 都给你帅就好了啊 其实啊 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 那会不会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 当然啊 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 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 是哦 像是造假的网址及APP 还有网路病毒啊 密码外泄啊 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使用行动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样 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盘司的回答 不用太担心 SARS的影响 三天见到低点 从此没有低点 这一次 一模一样 三天见到低点 从此没有低点 会不会胡摇直上 嗯 会不会胡摇直上 不可能每天涨嘛 但是维持的就是一个大涨小回的架构嘛 没有错吧 大涨小回啊 大涨小回啊 回的时候要不要买 回的时候要不要买 你是在怕什么 别怕啦 好像为了一个架构 其实我都已经规划好了 个股的一个操作怎么进怎么出 跟上来 跟上来 不会太难啦 这一档利基 最新一月营收年成要点超过六成了 二月六号就公布啊 机油股嘛 率先公布它的一月营收啊 三天转折向上买点在15 2.5 二月六号 二月七号跌黑鸡板 15 1.5把握上次的机会 跌的时候告诉你15 1.5立即可以买 二月十号上礼拜一嘛 大盘盘中拉为189点 跌不下去啊 又是15 1.5可以买 都在这个附近嘛 很简单嘛 隔天 隔天涨到15 8.5 接下来 12号涨到16 8.5 越涨是越高啊 上礼拜是涨到17 1.5啊 跟你预告 如果有回档找买点啊 秦老师在安斯尼他可能会回档啊 那所以立即你要等秦老师公开之后 17 1.5才跳下去吗 如果跳下去短线的高点 这几天震荡洗盘你怎么办 你才在找我 不要每次等到问题发生了才在找庆老师解决 你如果跟上我的动作 我是买在这个位置啊 对 15 1.5附近嘛 涨了20块钱的 这位置 跳下去 结果呢 今天掉到16 1.5啊 那怎么办 马上就电话打进来了嘛 秦老师怎么办 立即看点节目买在17 1的 我告诉你17 1去追吗 亲爱的会员 我们是买在17 1.5吗 不会吧 不会吧 如果有回档 我在暗示你可能会回档 短线不追可减码 回档找买点 整个立即的一个架构来到16 1.5啊 要会低接啊 要会低接啊 它会回到15 1.5 那个位置让你买吗 好像不太可能 就那种盘式的一个架构嘛 它会回到11 423让你买吗 好像不太可能 因为支撑总是越电越高啊 所以秦老师选的股票 基本面都非常的强 它一定会反映在股价身上 所以你看一下这场原相 三趟的操作 亲爱的观众 没有一次会给你老高 每次你对我做原相 你有贪吗 你有贪的钱吗 看好Switch 今年度2020年在大陆一个销售量 因为它去年度12月才开始销售 大陆市场 想不想 大不大 兵家必争之地啊 任天堂的Switch 好不容易打入这个市场 那这次又遇到 所谓疫情的利空 宅经济出现了 对 大家在家里面打游戏嘛 所以你看到 整个一个原相的一个架构 会因为今年度的一个Switch 在大陆一个销售 业绩会越来越棒 千年度原相的业绩就很精彩 就非常亮丽了 就非常的下下交 你们看到 年车上益都两成以上啊 12月份还九成啊 所以今年度的一个原相业绩会不会更好 会不会更好 所以三趟的一个操作 完胜 对 真的是大获全胜啊 你看节目的观众 你是我的会员 三趟的操作 有没有大获全胜的感觉 几乎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对 五万会的疫情 它小跌一下就往上挤拉了啊 所以上礼拜三 整一个原相的一个架构 我说如果有回党啊 找买点哦 懂吗 回党下来 找强势个股的一个支撑性的买点啊 知道吗 所以整个原相的架构 今天跌到186.5了 开始回党了 153 上去有44块钱的一个加差 第三趟 前面两趟你也看过了嘛 所以整个原相的一个架构 如果来到这边 就是买点啊 对 我上礼拜三先跟你预告啊 如果有回党找买点 强势个股回党 看支撑 我规划的支撑啊 画给你看啊 来了 要不要买 很清楚啊 所以如果你还不敢买的 建老师的盘中 一定会给你一个明确的价位 来了我就出手 郁金光 上礼拜四 卖啊 我刚才不是给你看过了吗 上礼拜四我都在减码股票嘛 很清楚吧 有跟着卖的 接下来的一个行情的一个架构 应该都相当的愉快 低进高桌 高桌碗在低阶嘛 行情的脉络 不是这样子吗 对如果上礼拜四这个位置啊 2月13号嘛 加 有没有 刚才给你看到我大盘的一个策略啊 该执行停立的一个同时 13号 就告诉你 要卖 我上礼拜四卖了多少档股票 郁金光有没有卖 曹仲有没有卖 双红有没有卖 郁金光的架构这一趟赚最多啊 对 401到608超过200块钱耶 对 至少打下来这边没什么受伤啊 这边都只有价差而已啊 所以505 击毁的郁金光 上礼拜四按照我的大盘执行停列动作 548卖 这样子43块钱落袋 10张43万 5张也21万5啊 还不错吧 几个交易日 1 2 3 4 4天而已啊 快啊 够不够 快很准 看得懂行情 就是那么容易赚到可观的一个财富啊 所以548卖掉的郁金光 隔天还有547嘛 你看我节目有卖吗 如果没卖今天掉了几块钱 今天掉了518 我548卖一点 518差了30块钱啊 10张差了30万啊 等于说如果你有实力买10张郁金光的 这一通抠讯价值30万 因为今天掉到以518 548到518不是差了30块钱吗 把握低接时机 把握低接时机 双红三勒模组的 之前的操作赚了四趟 2 2 3第四趟的卖点 这边都没有受伤 你看我前面的 我会在这个中继的一个位置告诉你 赶快去抢反弹吗 没有吧 不动就是不动 看着黄晴落底了148 做结尾动作 这边再加码 上去2月13号175卖 落袋 当天 一样是礼拜四啊 上礼拜四我都在执行停令的动作嘛 没有错吧 卖 卖完之后 整个一个双红的架构 打下来 今天166啊 把握低接时机 这样股票 5G散热模组的 它就在一个打底过程啊 那个打底的过程 如果还没有冲出去之前 为什么175要先卖 因为它在反复打底嘛 所以呢先做一些价差嘛 打下来把握低接时机啊 这就是你对一档股票的一个走势跟架构 你应该懂的地方啊 你如果知道它在走什么形态 那操作的一个策略就比较简单啊 这比说三五步嘛 你说是不是 双红是三六模组的 操纵一样三六模组的 你看三天啊 可以赚16块钱耶 还记得吗 上礼拜二三四啊 礼拜二买的啊 上去一样礼拜四 做停力的动作 三天十张十六万落袋 你说什么啊 整个操纵的一个架构 二四六卖的 今天最低是二三六啊 高低点不过十块钱 像这种高支带强势整理个股 把握低机 该进场 你就赶快进场 否则低点是不多啊 所以呢 散热模组的一个架构 不管是操纵 双红后市 秦老师一样看好 今天有一档股票 也是散热模组的 它在打底 它在底部 很安全啊 因为它已经修正一大段 修正一大段的这档极油股 目前在低档区 秦老师今天邀请你 跟我一起来上车 所以盘式的架构 这两天跌了200点 第三次的超额利润买点 请你把握 请你务必更上 1138第一次 11423第二次 这礼拜第三次 每次的转折的低点 我都帮你带到 每次的超额利润买点 我都帮你负责 规划得很清楚 也做执行买进的动作 所以呢 如果你想跟的 轻松配 就只要588 就只要588 你一定负担得起 进入倒数的这个专案 希望你好好保握一下 你有预愿的 自己打电话进来 明年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陈头鼓 蔡老师 武汉肺炎力空 想掌握超级利润买点 只要五万八千八 只要五万八千八 进入倒数 让您轻松付款 抽票数不完 刷刷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陈头鼓 蔡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通用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蓝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物主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小 零我攻守 盛名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单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